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围棋课堂 我是段荣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定势在实战中的应用 下面我们来看棋盘 前面给大家讲了一些二间低加的局部变化 也举了一个实战的例子 那么今天我们还是通过一些高手的实战力 来体会一下这个二间高架在实战当中 它的一些攻防运用 可以起中国流 把一些挂脚 下成一个普通定势 之后呢 一起挂 摆得了 二间低架 好 进入我们要说的主题 二间低架 可以等着点散散 爬 普通定势呢 是扳接 扳接完了 跳出来 这是最正常 最普通的下法 不过如果这样下的话呢 很显然 下边被白棋先沾 下边是棋盘上最宽的 最重要的大场 这个上边的 定势 黑棋落了后手 这个是 当然这样下呢 也是很正常的一盘棋 黑棋再挂进来 这也是一盘正常的格局 但是呢 黑棋现在 根据这个局面的需要 它有所变化 黑棋呢 是连校 年轻棋手连校 白棋是陶欣然 黑棋现在爬在这 类似的场面呢 我们上一棋 给大家摆过这样 也摆过类似的一盘棋 黑棋爬一个的意图 是想抢先手 黑棋爬完再爬 白棋如果 跟着再硬的话呢 下边的大场 就被黑棋先抢占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 从视觉效果上来看 就是把黑棋扩张过来 跟这个白棋 占了这边的大场 这个从全局来说 有显而易见的差别 所以黑棋的目的是 抢先手 白棋这个硬呢 是必须的 不硬被黑棋扳起头来 白棋扳子 气就太紧 上一棋我们给大家摆过的局面 白棋是这么硬的 这个上半 整个上半部分 跟上一棋基本上是相同的 那么黑棋扳 黑棋先扳这个 这个定型呢 从这个四分之一的棋盘看 白棋相当满意 把黑棋压到脚里 黑棋等于在布局早期 就去点那个三三 但是再把这个视野放大一点 看整个上半部分 白棋就有他不满意的地方 那么本身上边的价值 如果瞎成这样的话 上边的价值是比较低的 因为这地方 白棋要想在这围空黑地一爬 白的就围不了多少 只能退 漏风 脚底下漏风呢 白棋就不应该在这边 再去唯空 而且呢 走的还是低位 整个这个低位的下法 跟这边的后视 也不连贯不配合 白棋应该是张起来 才能发挥这个视的作用 所以白棋这边的定视 跟这边的这个定型 两边这个配合起来 主要考虑到白棋 这边的效率 跟这边 不连贯不配合 所以呢 黑棋选择这个局部亏损的下法 综合看起来 黑的 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并且呢 更重要的一点是 黑棋抢到先手之后 能够站到下边这个超级大场 全局最广阔的地方 这个黑棋还是很满意的 所以白棋呢 也没有选择这个局部有力的下法 白棋也很清楚黑棋的意图 那么白棋就冷静的单长一手 这时候黑棋如果拖线的话 很想拖线抢下边的大场 但是呢白棋这个拐也是相当大 白棋拐住 黑棋这个扳针线手 黑棋是已经活了 但是以后呢 会被收的木数很小 可以说活的也挺惨的 脚上才六木起 白的这边呢 实地也还算可观 非常的厚 棋型非常的厚 将来也有潜力 所以黑棋虽然很想抢这个 但是呢 这边又不肯被白棋拐下去 这就有点了难了 黑棋到最后呢 还是选择了这个爬 觉得这一点爬 还是更实在更大 那么白棋长成四个 他就比较强了 如果再长的话 一定是后手 下边的大场被黑棋占据 那白棋再拐下去 自己的空小了一路 黑棋的空大了一路 这个差别太大了 所以白棋不肯再长 白棋长一下的目的 也是反抢坚守 白的抢占下边 大场 长成四个之后呢 黑棋再来搬 白棋就不太怕了 白棋就这么搬住 黑棋在这边走呢 白的在这儿已经有个 坚实的安全的骑形 黑棋在这边走 棋的价值不大 所以黑棋这个爬 意图抢先手 白棋长一下拖先 这个双方的构思 也是很有意思的 根据这个局面的需要 双方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和变化 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一盘棋 在有的场合 白棋这个头是不能被搬起来的 比如说这边 没有这个坚实的一个堡垒 那被白棋搬起来 被黑棋把头搬起来 下也不再拐 这里扩张的就越来越大 在白棋是不肯 但是现在白棋有这个 这已经扎扎实实的活了一块 黑棋在这走的越多就越亏 反倒是在帮白棋把这个空围起来 自己走的这一串棋子的价值 由于白棋这三个子的存在 白棋是一块活棋 黑棋这边的棋子没有价值 所以方向 下棋的时候掌握方向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盘实战 黑棋是国语针 白棋呢是寒寒 二间递架 白的这盘棋呢 选择的是这个 二间反挂 黑的靠压 白棋点三三 我们说过这个局面白棋点三三的话 黑棋打 白棋 比如说就简单的选择这个爬 再虎 白棋这个 离黑棋远一路 总比离黑棋这么 这么强的一个 歪式 近一路要好 离对方的后式呢 远一点比较好 撞墙的撞贴的越紧 越不利 这是很显而易见 那么黑的如果挡这边的话 白棋可能就这样选择 这也是白棋 二间高挂的目的之一 那么黑棋这个实战呢 选择的是虎 白棋就爬过 黑的很扎实的吃掉 白棋搬 下成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种定型 这是白棋二间高挂的一个典型的变化 我们也可以通过实战的例子来了解一下 好 我们看另外一盘棋 这盘棋呢 黑棋是朴文瑶 白棋牛羽田 大长 二间架 这盘呢 黑棋选择的是双飞燕 在这个布局的早期呢 怎么选择都有它的道理 都是有利有弊的事情 点三三可以双飞燕可以 这个或者这个 这都可以 白棋靠压 黑棋点角 摆得大 黑的现在斑呢 也是一种下法 但黑棋下的也很简单 简单明了 爬 白的挖接 好 我们注意这个地方 在高位的话 选择单阶的可能性 也是比较大的 因为沾上的话呢 白棋就这么样 搬 搬完 这个局面的话 白棋可能选择退 这也是正常的比较 但是 但是在低位就有点别扭 搬完如果是这么沾上的话 总感觉这个棋形有点鱼形的味道 那么虎呢 被打一下 这边又存在一些 被打一下之后 这里等于已经被黑棋先手断开了 这也是白棋不舒服的地方 所以白棋选择 首先选择挖戒 这样把黑棋打进去 那么现在 不一定要补 要补也不一定是这么 很可能不是这么掺着补的 已经把黑棋给挤掉两木棋了 那么打完之后 白棋这盘棋选择的是下利 这个利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步棋 白棋这有毛病 它没有直接去补 直接补的话 粘在这儿 这棋形不好 粘在这儿呢 将来被挺头 这边又受点损失 虎的话 还留着这个打拔的味道 白棋立在这儿 黑棋现在呢 也动不了 现在要打的话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粘回去 这个吃一个子 没有意义 开截呢 现在没有合适的结材 没有合适的结材 那只能粘上 只能粘上的话 白棋就 就这么长出来 黑棋 断开白棋 也显示不出多少价值 那么黑棋动不了 反过来说白棋的话 可以根据情况来选择 各种各样的线手 虎是线手 这一跳进去 黑棋死掉 粘也是线手 这一跳 再一点 局部黑棋还是死棋 甚至走在这儿都是 线手 这一跳一点 黑棋是局部死的 大家注意看 局部长的话 再挡 这里冲完铺呢 是不入子 白棋搬死了 所以沾这个都有可能是线手 黑棋要是拖出来呢 这边不一定能做成业 这是需要小心 所以白棋走在这儿 也有补这边的毛病的作用 那么黑棋当然不能再 不肯再跟着硬 跟着硬 这个交换已经被白棋 先手便宜到 白棋再加工 这个 这一交换 黑棋本来可以自由的选择 先手搬粘 现在已经被白棋给先手力道 也都不肯 那么所以黑棋 拖先抢占大场 白棋也保留这边的所有变化 占大场 这个也是黑棋 黑棋点33的时候 点33以后 黑棋反挂点33以后的一个 常见的变化 可以说 这也是 我们也是需要掌握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 再看另外一盘棋 这是两位韩国棋手 黑棋叫红基标 白棋呢 是金胸幼 大肥 二件低价 这盘棋 黑棋选择的是 一件高挂 白棋下的呢 比较激烈 顶住 然后再尖出来 关于这个尖顶呢 黑棋大致上有两种印法 一种是指正面长出来 正面 引在 另外一种呢 比较灵活一点 拖在这 这也是可以考虑的 拖退 白的如果立的话 黑棋再长 这样白棋是可以尖出来 但是多多少少有点便利 黑棋比如说在这一代 有紫的情况下 很明显 这一般白棋就难受 沾上的话 这棋心虽然是大鱼心 挡住呢 又有一个明显的断点 所以 拖完再长 然后再逃出去 这也是一种应对 白的如果虎 拖退之后 白棋如果虎的话呢 黑棋扳这个 这样下 黑棋 也是可以接受的 实战呢 黑的选择的是 单场 那白棋当然要出头 黑棋呢 扳 扳这个次序呢 还是比较有讲究的 如果直接挤 白棋沾上 黑棋打拔 那么白棋很可能选择是单立 白棋打上去呢 这个结毕竟对白棋来说 可能黑棋结才有力 开上来的时候 还是很厉害 立的话 白的棋形更扎实一些 那么先挤的话 白棋很有可能选择单立 但先扳的话呢 等于逼迫白棋做出了一个选择 黑的再打 白的还是不太可能 沾这个被黑的一断 黑的这一代都是先手 白棋需要补活 很难指望去进攻黑棋外边 被断了呢 白棋应该说是战斗不利 所以还是接这 黑棋提掉 白的打住 这样也是一种 这个很难解决 也是一种常见的定型 但是这个谁好谁坏 很难判断 那么黑棋先正头 下一步要靠 白棋 拆椅 这个地方扳 价值还是很大的 白棋扳白棋形状就完整 所以黑棋立下来纠缠 立下纠缠 那么白棋 踢结 黑的 现在 要找损结 那又不太可能 先占大厂再说 白的贴 一步一步来压迫黑棋 这下一步就要把黑棋给分断了 所以当然要见 白棋在爬 要挖断黑棋 黑棋 虎视其形 那么白棋先出头 这下一步要飞下来 每一步都下得很紧凑 如果走这个出头 那对黑棋就没有压力 没有下一手 那黑的就很轻松的就提结了 但跳在这 就有压迫感 下一步黑的 赶不硬的话 白的飞下来 黑的硬一手 那么白棋就先手出头 然后再断打 断打呢 白棋也不是想和黑棋打结 因为有了这个子的存在 他打过了 黑棋在沾上也没有太大的意思 那白棋退时先手 在沾上的话 白棋把这个毛病补掉 这样的话 黑棋 这一块还是挺重的 黑棋不沾呢 反倒气要松一些 反正白棋暂时也不会去提 可以再跳外边 联络 白的现在提价值也不大 这只是一个局部的目数 还是抢大场 形成一个这样的局面 这盘棋呢 有助于帮我们 来这个理解一下 这个结 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双方是怎么处理这个结 其出无结 所以黑棋呢 也不能马上开 先处理一下这边之后 这样立下来呢 纠缠住白棋 让这个结对白棋来说 也不好解决 这个因为立下来 白棋整块也还不 不安全 那么最后 黑棋立了之后 占大场 这个结虽然白棋 度过了 但是呢 黑棋在这边也有收获 这是一盘韩国棋手的实战 下面这盘棋呢 也是韩国棋手的实战 现在这个二间低加是 最近一段时期是蛮流行的 不管是中国或者韩国棋手 都很喜欢采用 左边呢 又摆出了一个非常流行的造型 黑棋呢 是韩国小将 变向一 白棋是金氏东 白棋挂角 黑棋二间低加 二间低加用在这个场合 还是蛮合适的 这个跟这边的 袖侧流的小间配合 这一加的话 黑的这里相当有潜力 将来再一飞压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中复 黑棋都隐隐约约有一定的潜力 这时候如果选择一间加呢 这个差别我们给大家解释过 白的肉 我们就说最简单的定时上 它的区别在于 将来黑棋要是来扩张模样的时候 白的这一间冲 是一个 削黑棋这个大模样的一个好点 这一间冲黑棋就被压制住 在这儿黑的就感觉要 好一些 这这个手段呢 当然黑棋宽松一路 白棋存留有这个手段 但从全局来说呢 这个是小问题 那么白棋当然直接点脚 也是正常的下法 但是呢 实战的白棋是 选择的另外一种变化 走在高位 刚才直接点脚呢 白棋整个上边都是低位 现在白棋走在高位呢 上边发展空间要大一些 黑棋靠 白的点三三 黑棋选择了解命的虎 白的爬过 我们说过局部呢 黑棋吃一个是奔手 拖先也可以 但拖先的白棋有一长 这个实地上来讲 这长的搬过是很大的 但黑棋这盘棋呢 黑棋没有简单的叫吃 而是它在这逼住 这个也是一种追求高效率的下法 逼住也有间接的 有补这个的作用 白棋如果在长的 提起立下 白棋这个站出来 大家就可以看到 白棋如果还这么杀出来的话 黑棋这个显然也是好点 下一手 不管是就这么 直接扳 就把它白棋给扳断了 那么白棋如果在下边补齐 不管怎么补 这边被黑棋抢先进攻 白棋这一块非常的重 白棋从这杀出来 对自己没什么好处 那么它走这个有间接补这边的作用 同时呢 瞄着这边的一些弱点 黑的还有可能 什么扳下去之类的可能性 总之让白棋这个棋型感到有点不舒服 白棋呢出头 出头之后黑棋再补 这是一种步调 一种新棋的步调 如果先补了 一来呢 白棋有可能站在上面的这个大厂 白棋把实地拿到 二来呢 黑棋走这的时候 黑棋 既然这边已经非常厚了 你再去封 哪怕你再封住白棋 白的也无所谓 白棋不太可能在黑棋很厚的地方这样跳出来 因为跳出来的话呢 多多少少 自己的棋型是有一定弱点 比方说这一拖 黑的如果 白的如果敢扳的话 上面这个子就被断 这是黑棋 有施展手段的空间 闭一下之后再吃掉 这是一种步调 白棋把这个飞起来 闭住 白棋跳 黑的等于在上边就站到了 将来呢 这一代有先手 这边呢 有根据地了 并且呢 残留一些这种 施展手段的可能性 黑棋先逼 再吃掉 这个在 施展当中 这一招可能也是用得上的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盘棋 两位韩国棋手 黑棋是崔泽翰 白棋是韩尚勋 现在这个局面采取二间低架的下法 这个结构也是不错的 那么白棋呢 是二间反挂 黑棋尖底 白棋呢 没有硬来 如果长的话 我们给大家介绍 黑棋尖出来 白棋几段呢 形成一种复杂的混战 这时候呢 白棋选择了 灵活的拖在这儿 黑棋半 白的退 黑棋虎 虎是本性 这地方被白棋拖到 再长起来 黑棋就感觉很局促 虎是本性 之后白棋半 局部呢 当然另一个也是正常分寸 那么白棋现在占大厂 这白棋感觉也很舒展 那么黑棋实战的下法很有意思 吊在这儿 这个是可以说很有全局观的一手 白棋要是走下边的话 黑棋直接把它盖进去 整个黑棋的大模样 瞬间就扩张起来 所以这一吊 这也是根据全局的配合 使出的一个 很有才能的一个构思 那么白棋 当然也不肯就这么 如黑棋所愿 这样的话 白棋全线被压制住了 感觉黑棋瞬间膨胀 所以白棋呢 也是针头 飞过来 黑的跳 白的压 非常注重外势的下方 那么黑棋在上边 安顿下来 好 这盘棋的精彩之处 中间一掉也很有意思 好 这一期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